小时候就在一种灯泡 想要满场只有最大的拥抱 能抚上了地盘 不要扬上连树梦 晚霞让黄天空 这日子会有 曾经害怕的那 现在还牵挂住它 天津卫视618闪耀之夜 在6月18号晚以直播形式播出 数十位歌手均呈现了一个个精彩的舞台 共庆天津建卫618年 那鱼其实已经挺久没有这样的晚会了 歌手们都是真唱 没有歌手假唱 邀请的都是实力歌手 这就是天津卫视晚会 相较于三大主流卫视 天津卫视的知名度并不高 但是这一次的节目相当震撼 不过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舞台 当属周深和张碧晨二人的表演 他们用自己的实力 克服现场条件 呈现出很高的演唱水准 也留下了精彩的舞台 天津卫视或许是因为之前并没有太多举办大型晚会的经验 所以在音响收音上面存在的问题是有一些的 当然对于粉丝而言影响不大 因为天津卫视这样的操作 反而让我们能够听到周深的真实唱功 一周深演唱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征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虽然被周深在其他舞台上表演过 但这次的现场依然让人称赞 用清澈透亮的声音传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点点滴滴 也唱出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而征途作为新华网纪录片 了不起的征途的主题曲 第一次被周深在舞台上演唱 征途对于周深而言 并不算是一首非常炫技的歌曲 而是一首偏正能量的歌曲 由于收音音响的问题 让我们听到了周深声音更真实的一个状态 周深的声音在这次征途的live首秀中 歌曲的节奏一扬顿挫 起伏明快 激昂澎湃 充满力量 两首歌曲听完 唯一的想法就是 这就是实力歌手应有的实力 2.张碧晨 光的方向 这一板光的方向依然震撼 张碧晨站在那里演唱的时候 在我看来它就是光 这首歌曲在未来将会成为张碧晨参加晚会的首选歌曲 而每一次的演唱都会让它再度收获更多的新鲜粉丝 张碧晨的女中音一如既往的稳定 独特的韩式唱腔在舞台上回响 让人记忆深刻 光的方向 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 一直为影迷和歌迷所喜爱 这首光的方向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的 歌曲本身的难度对女嗓而言实际上并不算高 但是大多数女嗓想要唱出张碧晨的效果却是非常难的 光的方向出来这么久了 有多少翻唱版本比原唱好听了 这其中关键便是张碧晨的声音特质 喉味足够低 声音足够厚实 这样的张碧晨才能让光的方向现场如此震撼 黄尔与乐坛需要更多这样的优秀的歌手 他们为大家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也为天津建成618年送上了美好的祝福 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上面两位歌手的表演呢 齿麻麻响 沈提的 呗呗 哎呦还真挺像的啊 呗呗呗 会有点接近吗 我尽力了 道理都一样啊 对对对 大实话 大实话 开心生活就是最重要的 天津汇聚梦想之光 闪耀美好生活 征途向未来 说下刚才那句 齿麻麻响 沈提倍儿棒 等会儿 你别走 你别走 我今天不将我这个强迫之上了 我必须要纠正你啊 跟我一起说啊 沈提倍儿好 沈提倍儿好 齿麻麻响 齿麻麻响 咱俩一起说一遍啊 杨兰老师也加入进来吧 来 一二三 沈提倍儿好 齿麻麻响 耶 好 谢谢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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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雄生